好,还记得小尹失踪的时候 在房间里头这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她要去旅行吗 而当阿哲被问起了 你阿嬷去哪了呢 她也是说去旅行了 奇怪了 这两个人都去旅行之后 却都是一去不返 而更怪的是 阿嬷失踪之后 这阿哲的亲妹妹竟然指控 哥哥想要动手杀死他 当年台中检警 他们就怀疑阿哲这个人大有问题 但是却苦无事政 当2020年彰化警方重启调查之后 事隔已经五年了 能够有什么突破吗 就读中正大学哲学系的阿哲 高中时成绩优异 但大学却念了好多年才毕业 他中正大学总共读了 不确定到是六年还是七年 就是一直延避到不能延避的情况下 彰化警方重启调查 访查后得知 阿哲年幼时爸爸就过世 妈妈另组家庭 阿哲跟妹妹是阿公阿嬷一手带大 因为阿哲的阿公阿嬷都是军职 薪水稳定 退休后也领友退休凤 生活不是问题 但阿哲回到台中 却沉迷网路宅在家 阿哲从毕业到我们找到他 其实这期间大概有整整 大概七年的时间 他是完全没有工作 在家里只有七万块 他基本上就不用去外面吃头肉了 阿哲的妹妹当空姐 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 2013年阿公过世后 阿嬷跟阿哲相依为命 尽管阿哲的阿嬷80岁高龄 身为慈济义工 还是常常会去捡回收卖钱 捐助弱势 警方从慈济的师姐师兄 探寻祖孙娘感情状况 那他阿嬷也常常抱怨 他这个孙子要吃不脱炭 阿哲阿公过世后 阿哲就跟阿嬷说 是不是家里的经济大权 他要放症 他要拉网 那阿嬷也会觉得说 这阿公的退休凤到我的退休凤 都要让你烦恼 这样落到 阿哲阿嬷自从老伴过世后 比较常进医院 2015年的4月底 从医院出院回到台中的住处 但过了两天又感觉不舒服 在4月22的时候 阿嬷有打电话给一个祭司姐 祭司姐说 说他身体不舒服 想要去看医生 然后这个祭司姐可能 那时候自己有事 他就另外交代一个师姐 到他家楼下 靠这个阿嬷 这个阿嬷电话就没接了 也没有通 没想到 阿嬷说人不舒服的这通电话之后 从此音讯全无 一些师兄师姐就算要找这个阿嬷 都看没人 阿哲都要说阿嬷在那里睡了 别给他吵 然后后边有一个退休的 也是我们退休警察 后来也是慈激人 他野民感就感觉怪怪 对 然后他就去看了大楼的电梯监视器画面 已经是5月份的事情 所以那个监视器都覆盖过了 过一阵子人家问他说 没有 我又把他送去安养院了 那又问说 过一阵子又问说 哪一家安养院 他可能又说 没有 他自己跑出去了 我不知道去哪里 彰化警方 2020年重新调查 阿哲阿嬷的失踪案 把当年的资料重新勾击 也多次访谈相关人 回顾前前后后 只有两位慈激的师兄师姐 曾经进入到阿哲家 有遇到过阿嬷吗 所以有一个师姐就带去 三个水轿要拿去给他吃 结果这个阿哲 就是好了 来了 门就开一趟而已 水轿拿去就冰彩了 又过了没多久 这个师姐又去 说我那个 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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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阿哲才开门 给他去拿 因为他门口进去之后 走到底 左转是厨房 然后右边就是奶奶的房间 房间是关着的 然后他觉得这个阿哲 都是一直盯着他这样子 他有一位师兄 他是退休的警察 他后来也有进去 但是只有看到一些 女生的衣服散落在客厅 在客厅的人 对四个十几分钟 就有点被赶出来了 根据慈继师兄师姐说法 阿哲用各种的理由 带过阿嬷行踪 就连阿哲的妹妹 自从4月22号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阿嬷 因为一开始他 对他妹妹讲 是阿嬷去旅游 或者是跟子妻去做移工 后来可能 对他妹妹 已经交代不过去了 他开始就说 我也找不到阿嬷了 有一次阿哲的妹妹 在家里看见阿嬷的上下排假牙 觉得奇怪 问阿哲 没有假牙阿嬷 怎么吃东西 那阿哲就跟他讲说 你不知道阿嬷 还有去做另外一副假牙了嘛 那所以因为都是阿哲 长期跟阿嬷住一起 那这个他妹妹 也没有住一起 所以也就不宜有他 但日子久了 阿嬷依旧无消无息 阿哲妹妹 当然会担心老人家 他妹妹可能就问 他哥哥说 你有没有去报市中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就说 先不要报市中 我们先找私人真心社 来找看看 那首先 这一早 又是好长一段时间过去的嘛 阿哲说的 妹妹始终相信 直到意外看见了这些东西 发现阿嬷的一些存折印章 都在他哥哥的包包里面 那阿嬷要离开那么久了 那他怎么过生活 而且又一看之后呢 发现存折 怎么浅都有被淋光了 那他哥哥一开始就跟他讲说 我等一下跟你讲 我现在有事情要忙 然后就露出一个很诡异的微笑 他说真的是会让人家发骂的一个微笑 电极棒就直接往他脖子上 就电极 电极就开始掐他脖子 他就是说 他就是要杀了我 这个时候妹妹就赶快 通出他们的家门 哥哥马上在追出来 有从楼梯上滚下来 还是他们保全有上来 然后他马上跟他们说 请你赶快帮我报警 我哥哥要杀我 阿哲妹妹吓得报警 马上打包重要物品 连夜搬走 他事后回想 阿哲那一抹诡异微笑 不是第一次了 有一次他妹妹回到家 发现阿哲带了一个小猫回家 结果隔天他妹妹想说 哥哥我想跟那只猫咪玩 结果他哥哥回答他三个字 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他阿嬷还没有失踪 他阿嬷说 那个阿哲把猫咪解剖了 他阿嬷失踪到自己差点美命了 这段时间已经快了 阿哲的妹妹这才惊觉 哥哥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后来才发现 他哥哥去伪造本票 把这个房子全部都过户到他的名下 才发现他哥哥可能是谋财害命 当时台中警方侦办后 针对阿哲伤害妹妹案 已有被判刑 然而阿嬷失踪知名 仍然没有获得解答 后手侦办的彰化警方 钓约阿哲阿嬷的账户金流 察觉异状 包括他的退休金有一笔18万的 反正这笔18万只要一进来 马上就被领走 这个户头近18万 领出来之后 阿哲的户头就多了18万 怀疑阿哲盗里阿嬷的存款 甚至连阿嬷的保险 好几笔都被动了手脚 奇怪 他其中有两笔保险金 是在奶奶失后才解约的 不对喔 他这个又没有报失踪 那如果要解约的话 一定要本人 觉得这个是一个突破点 或许有机会能够找到突破点 因为彰化警方重启调查的时候 曾经两度以杀人罪 要申请搜索票 但是都没成功 直到了检警 他们掌握到了阿哲 他涉嫌盗领阿嬷的存款 甚至还冒名解约阿嬷的保险 诈领解约金 后来终于成功申请到了搜索票 这个画面我们来看到 这一天检警大批的人马 前往阿哲的住宿去搜索 不过来看看他的反应 他举起手来 跟管理员 跟了一句打窗户 看起来不慌不忙 搭电梯上楼的时候 他的神情也很淡定 不过警方经过搜索 却在他家的杂物间 搜出了这一个透明的袋子 里头装了现金一百八十多万 紧接着又在厨房的 天花板的夹层里头 收到了一个遭到重铸的信封袋 这里头装着阿嬷好几本的存折 还有阿嬷的身份证件 而更令检警惊讶的是 在一张桌子的这个大戳地里头 打开一看 看到了阿公的骨灰坛 而在里面 竟然放了阿嬷的假牙 阿嬷她不是出门旅行吗 为什么她假牙会留在家里呢 而且还是放在阿公的骨灰坛里 令检警毛骨悚然的是 当他们查扣了阿哲的这一台电脑硬碟 结果在她的上网搜寻记录当中 发现了她都搜了哪个字呢 她搜了绞肉机 她搜了骨具 吃臭 以及世界各国的杀人膜 这些搜寻记录 难道和阿嬷和她女大学生的失踪 有任何关系吗 检警大批人马到阿哲住处搜索 阿哲老神在在 进社区时 落落大方举起左手 跟管理员跟邻居打招呼 因为一般人如果家里被搜索 你会怕邻居知道 你可能会赶快快步离开 或者是赶快上楼 她不是她很大方 我感觉她是以此有点自傲 感觉她战胜的警方这样子 电梯内阿哲神情淡定 死毫看不出来涉案嫌疑人 面临搜索时 常出现的慌张不安 她很轻松 好像就是知道我们会去找她 而且她心里非常笃定 我们也拿她没者 在搜索的时候 她是非常轻松的 她始终是面带微笑的 一层楼应该要有三户 结果她们家比较特别 她家是两户打通的 结果但是里面 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 换血衣服也都是 随便乱丢这样子 可以说真的是 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家里又五个房间 奇怪的是 每个房间空荡荡 阿哲自己有专属卧室 可是却在客厅摆了床墊 就睡在客厅 那客厅也没有冷气 那时候夏天她也不吹冷气 就睡在客厅上 可是明明阿嬷的房间里面有冷气 她却不睡在有冷气的房间里面 警方继续查看其他房间 杂物间里 好几个透明的塑胶整理箱 叠了很多衣服 一翻开 这里怎么有一包钱这样 然后因为都是整捆的 就是从银行领出来 连那个封条都还在 白花花千元钞票一捆又一捆 透明塑胶袋随意包着 塞在衣服堆里 算一算有187万多 你一般人应该是不会放这么多钱 放在这种地方嘛 所以我们当然会合理的推测说 这个应该是你的犯罪所得 监警继续搜索 厨房天花板是擒钢架 推开其中一片板子 摸到了一个信封袋 破破烂烂 一大包鼓鼓的 天花板有一个信封里面 这个虫都住了 就是放在天花板很久了 看到阿嬷的一些存折啊 印章啊 身份证啊 天花板就是这个轻钢架上面 那个显然是有人架着梯子 或是架着椅子 那等于就是场 结果你问她是谁放的 她也是十勾佛人做 我不知道谁放的 她妹妹早就都到国外去了 你自己居住 那不知道是谁放的 那这很奇怪 警方继续在房子内翻找 就在厨房外 一张书桌下面的大抽屉 打开来看 怎么会是这个东西 骨灰毯 它就随便放在一个书桌下面 我就把它搬出来 骨灰毯 没有拿到铃骨塔去祭拜 不可思议的一个年轻人 这个很很糟糕 这个不孝孙子 那时候指挥检察官 也不知道伸来一笔 还是怎样 就说队长 你敢不敢把骨灰毯打开 我是在办案 是为了正义 当然心里有对死者 可能讲一下不好意思 可能要打扰你一下 那时候我把这个包骨灰毯的 打开之后发现 那骨灰毯旁边 有一点工具凿过的痕迹 结果我就用力一下 就打开了这样子 那一打开就看到 头盖骨上面 就一副假牙 把它为请送一些检验 牙齿的一些缺齿上面 是跟我们这个奶奶 是有符合的 警方心想 物证摆在眼前 这一下子阿哲 你总该交代清楚了吧 看着吃了 我就心里想 你死了 让我抓到 我看你这次怎么说 他说我不知道 那我说 那你住在这边 你不知道 那谁会知道呢 因为有时候我家 门不会关 到底是谁放的 会不会邻居放的 或阿嬷自己回来放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大家听起来 都会觉得这天方夜谭 可是他就讲的一副理所当然 当天警方 查扣异象又异象的证物 统统带回办公室分析 从他的电脑硬碟资料 看见过去搜寻记录 检警不含何力 比如说他有搜寻 角肉机啊 有搜寻古具 角肉机 角肉机要干什么 他又没有在 扎猪卖猪肉 退休凤如何清零 如何变更继承 氢化物 等等一些字眼 他在102年的时候 就开始搜寻这些东西 那结果他阿嬷是在104年的4月 就失踪 这根本就是一个预谋方案的一个做法 因为他阿嬷失踪之后 这个阿哲 把他阿嬷的一些房产 用伪造文书 变更硬件的方式 把他全部 变更到自己的名下 比较奇怪的字眼 例如失臭 或者是一些漢尼革 或者是一些漢尼靶 电影里面有名的 连续杀人魔 这个吴映宏 台湾分式杀人魔 然后还有像这个国外的这个 泰德邦迪 像漢尼靶 野牛比尔这些 真实或电影的杀人魔 第一次 因为这个他女朋友小影的案子 约谈他 后来我们回过头发现 他搜寻的全部都是 台湾的杀人犯的一些 被弃捕的一些过程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他大概心里已经有敌 我们警方已经就是盯上他了 他已经开始准备 要如何脱罪了 这个人真的很恐怖 你在看他后续做的事情 会觉得 这或许不是冲动 他本来就想好了 社区的一些住户 就有说 他们会知道阿嬤已经失踪了 那就发现这个阿哲 怎么开始在丢东西 除了一些大型家具 都丢掉 甚至一些衣服 都用类似黑色大垃圾袋 我就包一包去丢掉 但是他们都说好像是 比较晚的时间 趁半夜丢起一包一包 黑色大垃圾袋 里面装什么 无从查证 然而家中阿嬤的物品 却几乎是被清空 就算查到可疑物证 要比对都很困难 那个时候只剩慈祭的旗袍 唯一跟阿嬤有关的就是那套旗袍 其他东西都不见了 尝试从旗袍上面踩 看能不能踩到一些毛髮 或者是一些血液或体液之类的 那这部分结果都没有踩证到 客厅外面的浴室 浴室的墙壁上 确实有踩到一些血液的喷溅 一个痕迹 但是因为它喷溅的血液量不是很大 大概只有七八滴 当初我们只能说 踩到的那个是血跡 而且是人的血 完全没有阿嬤的一些个人生活物品 可以比对说这个血 到底是不是阿嬤的啊 妹妹就直问她说 那你不是说奶奶只是出门吗 那你这样把她的东西丢掉 那奶奶回来的时候该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是知道 阿嬤没带回来 你才会拋掉 对 她就硬说 书中那久了 我家那久了 应该是也没错了 像她很喜欢看 所谓的CSI的一些印记 所以她会知道 我们警察 会做一些什么财政的作为 她都会知道 冷静 冷静到几乎算是能血 而且她很聪明 然而 为什么阿嬤的东西都丢了 毒毒假牙 出现在阿公的骨灰坛 警方想起 阿哲妹妹说 她很喜欢看剧部影片 当年有一部椅子 叫做嗜血法医 那她是扎人狂魔 那她是如何逃过 这个警方的一些追戚 甚至于如何灭症 她每处理掉一个 她认为有罪的人之后 都会去流一滴她的血 八折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把东西寄回家里 她妹妹就看到一个小铁盒 里面大概有十几二十颗 人类的牙齿 她就吓一跳 以她当洋医助理的经验 她非常确定说 这一定是人的牙齿 没有找到她阿嬤的假牙 所以说阿哲是不是 在收集牙齿这部分 有她的一个癖好 这个法医会收集 这个被害人的血液 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 阿哲的妹妹 那隔海在美国 用视讯的方式作证 她说哥哥阿哲大学毕业之后 寄回家的行李当中 有一个铁盒子 她竟然在这个铁盒子里头看到 装了十几颗人类的牙齿 这谁的牙齿呢 而检警在搜索的当天 在阿哲住家的杂物间里头 也找到了四颗牙齿 我经过化验 结果证实这四颗牙齿 都是阿哲自己的 尽管如此 面对种种的可疑 阿哲她始终赦了两波仙心 后来检警直接问她了 你愿不愿意接受策谎了 她也一派轻松地答应了 不过当阿哲被问到了 一些敏感的问题 比方说 你知不知道 阿嬷在哪里呢 当阿哲说她不知道的时候 是呈现一个不实的反应的 再问她 阿嬷还在不在 而阿哲的反应 回答也都是不实的反应 最关键的这个题目是 阿嬷是被勒毙的 是被刀子砍 还是被火烧呢 在听到勒毙这个选项的时候 检警发现 阿哲她的情绪异常的波动 她开始坐立能安 这是一个 突破她心房的时间点了嘛 这么多钱 会不会跟她妈妈也有关系 还是她妈妈会不会也是共犯 查阅阿哲阿嬷的保险解约资料 警方查出 阿哲跟她的妈妈和保险员涉嫌共谋 保险解约她有两层 第一层 她经手的业务员 必须要先去跟她拿一些解约单 申请书之类的 但原则上 她一定要看本人签名 后来阿哲就大声跟她 赤和说 你必须要帮我 好像有点恐怖的感觉 所以她才会 带着一点侥幸的心理 反正想说还有第二层审核的 没有阿哲阿嬷本人签名 而是阿哲冒名签下的 接着第二层审核 保险公司按规定 是要打电话给解约的当事人 也就是阿哲的阿嬷 阿哲借口跟保险公司人员 约定好 哪一天请对方打电话过来 我非常深刻 因为我听到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开心 因为这个余音档 一听到这个声音 是阿哲她妈妈 来帮她接这通电话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第一个突破点 臭丝破茧 检警发现阿哲未造阿嬷的签名 申请解约 再由妈妈假冒阿嬷接电话确认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临走一百三十几万 另外阿哲涉嫌盗领阿嬷存款 三百一十二万元多 算一算总共领走了四百四十二万多 请保险员来配合她做这样子的行为 连保险员都指证说就是这样了 这个录音档她妈妈也都承认了 就是人证跟物证都充足的状况下 那她依旧能够否认 当初搜索阿哲住家 其获187万的现金就是犯罪不法所得 就算人证物证齐辈 她照样否认 那对于阿嬷的失踪 监禁手头上的证据少之又少 决定用测谎来攻破她的心防 但她会愿意吗 她是很喜欢证明自己是很聪明 她会觉得说测谎没有什么可怕的 她一定能够通过 她当初在接受测谎的时候 你可以从她眼里看出来 她感觉就是一副那种 来啊 就来玩吧 看谁玩得过谁这样子 你知不知道阿嬷在哪里 她呈现不实的反应 代表她知道的阿嬷在哪里 阿嬷还在不在 她就说我不知道 这个测谎的判读也是 呈现不实的反应 问说阿嬷是被热闭的呢 被刀子砍的呢 被火烧的呢 热闭这个选项的时候 她的情绪波动 在仪器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大概就锁定阿嬷就是热闭的 她给我感觉 是有吓一跳 透露给我的那个感觉 世界上只有我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有办法知道 我心里所想的东西 手刃亲人的话 其实对你的心理负担很大 一般人都会良心不安 尤其是阿嬷是自小孩 把她鼓得大 我们那时候想说 测谎结果出来 她可能会崩溃 测谎以上的数据波动上上下下 如同检警们的心情 跟着上下起伏 或许有机会突破 她把这个当成一个游戏 但是一旦她发现 这个游戏 她可能玩不过 她还很聪明 她就开始马上终止 简苗头不对 阿哲紧急喊停 不愿再继续策划 但简紧打铁趁热 展开真讯 因为一开始 平常进行资讯 想看起来 没得到他 他一开始是往后躺的 然后来 你问我什么问题 来啊 可是等策谎结果出来 我们再问他的时候 他身体是开始前傾 感觉有点不安 我们观察他一些小动作 可能手指会开始 有一些捏的动作 你会觉得似乎 他好像要说些什么了 室友想要自白 阿哲安静了陷入沉思 案子办到这里 简紧做了最坏打算 他不去工作 他又想要说自己有这一个 能够主宰经济的能力 那自然可能就会产生 这个歹念 想要把阿嬷杀掉 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尺 相信如果有看过 我们警方查的资料 有九成九以上的人 都一定会说 他就是杀人凶手 我也有询问他 我就说你如果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跟我讲 任何事情都没关系 就是依旧是说 我没有办法回答 简紧的阿哲淘口认罪 但话到嘴边 他又吞了回去 种种疑点 再次赐两拨千金 他不是难产 他是无赖 时间又那么久 我没有办法再去哪里去 回到过去 去把这一个证物拿出来 之后会颠颠倒倒 硬要逼问他 他就 就是要几一几地给你印 我不知道 人家似乎 在他身族的 你怎么会问我 我怎么会知道 他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说白菜的人 问题说白菜没方法 没有良知 他一副就是这样子 要有浪当 不知道答案就是 非常离谱荒晒 就是疲到这样子的人 又是一句不知道 推得一干二净 检警复训阿者或认定 杀害直系血亲尊亲署 涉嫌重大 加上盗零阿嬤存款 又涉嫌 偽造文数诈欺等罪 有串供灭证逃亡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你搜寻这些字眼 对照你后来的一些行为 你根本就是完全有预谋的 法官甚至于在羁押书上面 就直接写了八个字 就是手段凶残 泯灭人性 人带来了 后续 警方多次借替阿者询问 他还是那一句不知道 但检警没有就此罢手 用激将法 不是你不再切一次 还是你感觉测房结果有问题 不再切一次 一定不要 最后他就是知道他不能完 测房这个东西大概是完不够 因为有做你一定是 一定是会漏陷 他的菜度其实开始不自信 没有像一开始 这样好 很自信的来 要算大家来算 因为他发现 也当骗所有的人 问题不才骗自己 测房他就是这样 阿哲不再接受测谎 检警改变策略 找来他的妈妈 改打亲戚劝说牌 他妈妈其实有点开门见山 直接举问她说 奶奶到底到哪里去了 因为以往的态度就是 我不知道 这是咪咪啊 我干嘛告诉你 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是有觉得 她的表情是软化的 只是最终还是因为 以一个母亲而言 你要让他去跟儿子谈说 这个人怎么消失了 消失去哪里了 最后妈妈还是受不了 就是不了了之在 这个佛家讲的因果报应 还是怎么样啊 我那时候一直跟他讲 转念即是重生 他听不清 2021年9月3号 检察官起诉阿哲 更建请法院求除死刑 测谎是呈现没有通过 不实的反应 那怎么死亡是 测谎判断的时间点 应该是窒息死亡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 阿哲坦承盗领阿嬤存款 解除保险金盗领保金 一审被判刑三年六个月 然而涉嫌杀害阿嬤的部分 却缺乏了一枪毙命的关键证据 一审法官认定 阿哲始终否认判刑 证人们的证数只能显示阿嬷失踪 查扣来的证物也只能证明阿哲有道理 至于住处没有采到血迹 没有读物 而测谎报告显示阿哲说谎 可是阿嬷的死亡方式不详 遗体下落不明 都没办法证明阿哲杀人 尽管说辞有违常情 留存许多疑点 但监禁查到的资料 不足以认定杀人犯行 无法判有罪 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定缺乏 强而有力的证据 能证明有杀害阿嬷 驳回上诉 维持阿哲无罪判决 道理存款涉嫌 炸击取材 违照文书的这个部分 数次的犯刑 就是因执行刑 三年六个月 已经因为 检察官没有上诉 就确定了 涉嫌杀人罪的部分 这个也因为一二审都判无罪 而没有处审法 可以上诉第三审的事由 检察官不能上诉 因此也无罪定验 我相信其实法官心里也都知道 应该是他做的没有错 只不过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找到一些有力的证据 去定他的罪 好 检警在侦办这两起 失踪案件的时候 都曾经求神问补 去寻求破案的灵感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一些 难以解释的状况 案件免带久远 掌握证据困难重重 但人员到庙里求神问部 希望有更多现实 直接问说尸体在哪里 小影是在土靠近水边 但是因为他给我们的线索 实在于太空犯 那阿嬷的时候就没有尸体 电脑记录发现有绞肉机 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其实有去问过两三间 甚至是自己 可能去拔贵的 朋友啦 他自己本身 请那个刑捕王爷 是在自己家里在供奉 阿嬷就是被黄色布巾惹死的 然后又刚好包着阿公的骨灰台 是黄色布巾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天啊 不会那么巧吧 办案过程玄奇巧合 让警方感觉 似乎有神秘力量相助 然而警方希望起诉前 再次是能查出些什么 但那位供奉行辅王爷的朋友 竟失联了 而阿哲最后用嘴意愿 他就说他真的也不是故意要跟我施 也是因为奶奶应该就是不想孙子出事 就是叫你不要再吵了 好 因为区乏证据 阿哲涉嫌杀害阿嬷的案件 最终是无罪定言 失踪女大生小颖的阿嬷难过泪流 孙女的案件依然沉迷 而阿哲阿嬷离奇失踪 也成了悬案 他报失踪 他的大事 我们警察不能把他当小事 你当时那个时间没有处理 可能会演变成不可收拾 但是因为时间久了 你也都没有找到一个很积极的一个 DNA的一个证据 这个是我们非常遗憾的 感觉上是还没有呈现完全的真相 所以终究还是希望有水落石出 真相浮出台面的一天 能不能有朝一日讲出来说 那他奶奶如果还有东西处在 那这些东西在哪里 给他有一个安定的据说 或许有一天有一通电话 一封信进来 告诉我们警方 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才有办法还他们公道 我始终相信 或许还会有这一天 2014年9月 高雄的陈青湖的 这条环湖路上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死亡车祸 为什么离奇呢 因为根据肇事者的说法 他们当时的车数 大约是50到60公里 他们因为没有看到 有人站在这个霍栏旁边 所以就不小心 把人给撞飞进了陈青湖 不过当年第一时间 抵达现场的远景 告诉我们 这个现场 他们越看越怪 为什么呢 因为在路边这个护栏 有170公分高 再加上死者 他的身高有180公分 他的体重有130公斤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撞的 会把这个人撞飞过这个护栏 掉到陈青湖里头呢 还有奇怪的是 如果发现自己 不小心撞到人 通常一般人第一时间的反应 就是急踩刹车 或者是直觉的 你会把方向盘 往反方向打到底 但在这个车祸现场 却不是 现场 看不到任何的刹车痕迹 却发现了在 忽然旁边 有延伸将近 100公尺的插撞痕 换句话说 这个照射的驾驶 不但没有踩刹车 他也没有把方向盘 往反方向去打 而是顺着这样一路撞过去 没有任何的闪躲 原警简单地说 这种撞法 哪里是不小心 这根本就是往死里撞 谁在说谎 而在高雄鸟松区的 成青湖是高雄第一大湖 沿着成青湖畔的环虎路 尽管白天车流不少 但湖畔的优美景色 却是许多爱好 慢跑民众心中的首选 而入夜后的环虎路 不若白天的熙来攘往 这里静悄悄的 基本上那个地方 半夜车子很少 当时候认知 鸟松匪的警员陈俊佳说 环虎路就是他的辖区 对于当地 他再熟悉不过了 尤其是人 不可能有人半夜在那边走 因为那边没有步道 对 他都是马路 2014年9月29号凌晨一点 接连的碰撞声 打破了这一天深夜的寂静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环虎路上 车身紧紧贴着护栏 车子的挡风玻璃碎了 车头撞毁 驾驶跟同行的友人急着报案 他说他们撞到人了 自称坐在副驾驶座的男子 他说车是朋友开的 事情怎么发生的 他也不清楚 他们就是说天色昏暗 看到有个人在路边走 但是看到的时候来不及了 车祸现场沿路都是撞击后 留下的散落物 有拖鞋 有拐杖 那人呢 他就撞到被撞飞 就这么刚好飞下去了 澄清湖 他们是说大概就开五六十 人为什么会飞下去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撞到他就飞下去了 撞飞了 这个说法连远景也觉得不可思议 看看现场的护栏 高度就有一百七十几公分 要怎么把人撞过护栏 飞到澄清湖里呢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可疑 因为那个地方不可能 它护栏比人还要高 而且道路是弯到处 所以你车速也不可能太快 够快也不一定 也不会飞到湖里 因为那护栏太高啊 一百七耶 那时候我们就记得要 这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 就是有雪 纵使心里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一旁栏杆上的告示牌 留下的斑斑血迹 简洁证实了 人可能真的被撞进湖里了 下方队员赶紧下水找人 在澄清湖里找到了 来 这样子 等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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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 一 二 三 消防队员跟现场的救难人员 用尽了所有力气 要把被撞的行人拉上岸 只见好几个大男人 费力地把人往上拉 等于落水的民众 体型壮硕 180公分 体重约为130公斤 要拉真的不容易 好不容易把人拉上了岸 但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了 没有人拉上岸 没有人拉上岸 拉给我 谢谢 满头给我 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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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人员急着把伤者送医 但是因为严重的撞击 再加上落水 仍是晦天法术 死者是26岁的阿德 已婚有两个孩子 当天他陪着朋友到 澄清湖散兴 却没想到 在路上被撞恨死 当时在现场的朋友说 肇事车辆车速太快 阿德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阿德的朋友话说都保留 或许是因为面对朋友枉死 他不忍回想 那就是死者的太太有过来 我印象中她很年轻 大概十八岁左右 但从我开始问笔路 这整个过程 我并不感觉到她感到悲伤 这是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因为她年纪太轻 还是说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还是她跟死者感情不好 调查笔路是第一次 那时间是103年 尽管没有人规定 背上应该是什么样的样貌 但程俊佳总觉得阿德的太太 反应太过淡定了 反倒是陪着太太前来的男子很积极 她自称就是她外面认得这个表哥 就是很积极有在处理 有在想要了解这个案件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就是 她有来向我询问 像死者这样子出车祸 那撞她的人会碰到什么行者 还跟我说她觉得对方很可恶 这名男子叫了程柏玉 他自称是阿德太太的表哥 当时他在派出所的神情 让原警留下了印象 程俊佳说 从车祸现场再到死者的太太 跟太太的表哥 每一个环节都让他觉得 有哪里怪怪的 原本以为会不会是自己想太多 却没想到 看似单纯的车祸致死案 背后隐藏了一个要命的阴谋 究竟怎么发现 这起看似单纯的车祸意外 恐怕并不单纯了 原来是死者阿德的妈妈 有一天她在整理儿子遗物的时候 她发现她儿子竟然有一份 投保一千多万的保单 她心里感到纳闷 因为儿子平常都还要跟她伸手 拿生活费 以哪儿的闲钱买保险呢 再加上她的媳妇 在儿子过世之后 就立刻搬出了 跟儿子的老板同居了 最重要的是 那一张一千多万的保单 还是那个老板带着儿子去投保的 这些发现看起来妈妈的眼里 觉得就是不对劲 于是她打电话给这个侄子 她是有保险背景的 她问她侄子 而在她侄子的陪同之下呢 他们就到了刑事局的 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去报案 没想到这一查下去 掀开的竟然是一起精心计划的 炸宝索命计划 上方队员把人从陈青湖当中救了起来 但是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陈青湖的这一期死亡车祸 死者遭撞 飞跃一百七十多公分的护栏后落水 前所未闻的车祸 让当时到场出现的远景 每个人心中满是疑惑 从来没有听说过 照我们来看也是不可能 只听过有人从这边跳 陈青湖自杀的 如果说你旁边是矮护栏 那有可能 但他真的很高 就是觉得哪里怪 但是现场没有监视器 没有行车记录器 更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由于肇事者坦诚不愧 再加上死者的太太没有意见 案子也当作死亡车祸处理了 就是嫌犯已经自白了嘛 那家属又没怎么大的意见的话 基本上就会以一半的车祸案件处理 2014年10月14号 就在陈青湖死亡车祸发生半个月后 刑事局的南部打击犯罪中心 这一天来的一名富人给一名年轻男子 那天是我们值班 所以那时候被害人的表哥 就是李克林先生 带了他被害人的妈妈 来我们单位报案 蓝玉文是当时候值班队的侦查证 30年的警职办过许多重大刑案 他还记得当时候这名富人 在职职的陪同下来到了南大 富人说他的儿子阿德9月底 因为车祸被撞进陈青湖过世了 他怀疑儿子的死因不单纯 但是当时连家属都没有意见的车祸案件 怎么半个月后跑来报案了呢 因为被害人母亲在整理他儿子遗物的时候 就发现说我儿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保单 就觉得很奇怪 富人说由于儿子的离开太突然 还留下两个孙女让他照顾 最近他才发现儿子有投保 由于他对保险完全不懂 他找上了侄子林瑞荣帮忙 才发现事情不太对 他说他发现他儿子有买保险 然后我就说买保险 怎么可能有钱买保险 我第一个反应 林瑞荣是阿德的表哥 尽管平时两家人见面并不平凡 但逢年过节 大伙也都会碰碰面 从小看到大的表弟 再加上阿姨打电话给母亲聊天时 也都会谈到阿德 在林瑞荣的眼里 他的表弟是这样的人 可能就是一个老老 就是一个 可能一个月赚几万块 就很多了 然后也没有规划 没有想法的人 有一天没一天的 他也没有想说要认真工作 认真读书 没有 做工作多辛苦 那洗车 那送保车 那抢厨 去掛草 都做那很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下去遇到他 就是会聊聊天 请他吃个饭 给他一点零用钱 可能一两千块 两三千块 阿德更十八岁的太太小淳 有两个小孩 平时家中生活开销 都还要向妈妈伸手 他怎么有钱去买保险 他确实负责 因为我们有去国家 调他手的资料 他甚至有一年是完全没有手的 没有报税资料的 他就表示说 他这个人就是在打零工的 然后有一年大概就是 二十几万的收入而已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买了多少保险 完全不知道 后来就再跟阿姨聊 我就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保单 阿德的妈妈说 阿德过世前 有一个很赏识他的老板 叫陈柏玉 这个老板对阿德一家人都很照顾 不仅给阿德工作 还帮阿德开了家牛排馆 买房子 却没想到阿德过世后 太太小淳就搬去 跟这个老板同住 而这张保单 就是老板帮阿德买的 这张保单投保了一千万 受益人是阿德的孩子 后续是我阿姨来跟我讲说 有一天 陈柏玉就来家里 跟着陈柏玉 叫他签一些单子 说有帮他儿子买保险 然后要签一些同意书什么的 就是叫我阿姨放弃一些文书上 法律上的要件的东西 就是在他死后 办完丧事之后 叫我阿姨不要管那一份 星光人寿的保单 乖乖听话配合他们 然后又领到钱 就会给他一点钱 不懒不听话 就不给看小孩 再加上阿德过世后 有一笔两百万的强制嫌理赔 太太小纯跟两个孩子 再加上阿德的爸妈 均分五份 一个人可领四十万 太太小纯跟孩子 可领一百二十万 但这笔钱 老板陈柏玉 竟然也来介入分配 陈柏玉是叫 我阿姨要把钱交给他 理由是 他要帮阿德处理事情 我就说不用给他 然后我阿姨那个设计官讲说 可是 纯把一百二十万都给陈柏玉了 我就说为什么要给他 他说他也不知道 阿德死掉 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的老板 我实在是不太懂 你有乖乖乖乖乖乖 有啊 我儿子过往的 他都往十四楼去了 都没有在十楼 阿德死亡以后 他老婆已经跟陈柏玉同居在一起 他们都是成双成的在出入 甚至在后期 他一个月内就发现说 阿德的老婆太太 他自己有跟有人在通话的时候 说他自己怀孕了 每一个环节都像是在拼凑拼图 尽管还看不出全貌 但拼出的轮获 让林锐龙知道 阿德的词音绝对不单纯 于是他带着阿德的妈妈去报案 当时候难打针六队接手 偵扮也立刻调出了阿德的头跑记录 调阅出来的资料 印证了表哥信中的怀疑 然后查出 他从102年的9月开始 他总共买了 7家保险公司9份保单 所以总个意外死亡的金额加起来 大概有4600多万 大部分都是欠意外险 这就是一个命案 好 警方发现 阿德从2013年开始陆续投保去额的保险 而这些保险 除了少部分的受险之外 大部分都是意外险 而且就在他投保后的一年之内 阿德一下子跌倒受伤 一下子被人砍伤 一下子又车祸意外 可以说是灾厄连连 警方还发现 当时在陈青湖车祸现场的时候 这一名灵性男子 他自称是造势者的朋友 而车祸当时他就在车上 但是警方清查之后发现 这一名灵性男子在事发前的一个月 他也曾经开车撞上了死者阿德 还当时造成了阿德左脚骨折 专案小组一看 这肯定不对劲 世界上面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两起车祸都跟这个灵性男子有关 而你人都在现场 于是专案小组决定要展开监听 还有跟揭幕 果然确定了 这阿德的老板陈伯玉 跟这一名灵性男子 还有肇事者 在车祸的前后 他们有密切的联系 而且不止这些人 连当时陪着阿德到 澄清湖去散心的这个张姓友人 竟然也是共犯 不仅如此 当时在车祸现场 所拍摄到的这个画面 画面当中 这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她是阿德年仅十八岁的妻子 她叫小纯 而当时她在陈伯玉的陪同之下 赶到了现场 他们甚至比警方还要早到 难道这个太太小纯 也跟丈夫的死有关系吗 为了鸟宋区的这处社区大楼 是阿德跟太太小纯的住家 一家人住在这里的十楼 走进房子里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墙上一个大大的爱心 挂满夫妻娘 跟宝贝女儿的合照 阿德这个人非常爱她老婆 蔡小姐 就是为了她 愿意做任何事 一张张照片 都是阿德跟太太的甜蜜回忆 各据了解阿德跟太太小纯 两年前未婚生女 当时大女儿还没满周岁 太太小纯就离开了 2013年小纯再回来 当时的她怀了别人的孩子 但是阿德仍不尽前嫌地接纳了她 先要求我弟弟做结婚登记 因为她才会在法律上变成老婆 她跟我弟弟这样说 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要接受我的小孩 虽然不是她生的 我弟弟也同意了 所以就娶了她 二女儿尽管不是阿德的亲骨肉 但阿德跟阿德的妈妈 也都会将孩子视如己出 好好照顾 却没想到 一家平淡的生活 才维持短短一年 阿德的表哥说 一切的改变 都是从太太小纯回来后才开始的 她老婆回来以后 带她去认识陈伯玉 因为我阿姨 对我们家族的讲法 现在对一个老闆不错 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 怎么那么特别 然后开了牛排馆 我印象她没有做过残影院 不到一年人就死了 从小纯回来 到认识陈伯玉 再到开店投保 到阿德死亡 这期间 陈伯玉在阿德的生命里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 陈伯玉的身影 她介入阿德一家人的生活 太深了 陈伯玉有跟阿德她老婆 一起到现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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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车祸发生 当天的抢救画面 仔细看 画面左方身穿白色上衣的女子 就是太太小纯 而一旁陪着她 甚至两度要上前 帮忙扶担架的热心男子 就是陈伯玉 两个人在车祸 发生第一时间 就抵达了现场 抵达了之后 那隔合我了 陈先生就在现场了 不仅比警方还要快到场 而且还不是警方通知他们来的 毕竟车祸当下 连阿德的身份都还没确认 但两个人的说法是 阿德的朋友通知他们来的 衣外现场全程陪着阿德的太太 连到派出所制作笔录 陈伯玉也以小纯表哥的身份参与 阿德的人生最后一段路 更是陈伯玉陪着走完的 在商礼上看了我才知道 因为阿姨跟我讲的 阿姨也在商礼上嘛 我就说他像像像 那是他老闆 陈伯玉就是阿德的老闆 老闆很好 又帮你烦恼 我们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一个白鸡的孩子 他也要犯人做事 家人眼中的好心老闆 却在阿德死后 成了阿德保险理赔的唯一指定代理人 怎么会不奇怪 而且专案小组更发现 就在阿德2013年9月投保巨额保险后 短短一年的时间 他受伤不断 5月份时他在牛排店里 被人砍伤了手 8月时他在住家附近 被人撞断了腿 而且8月那一场车祸 跟9月底这场 成青湖的车祸 其中有猫腻 还记得成青湖车祸时 这名灵性男子吗 他说车祸当时他在车上 是朋友开车撞上了死者阿德 但警方追下去才发现 阿德8月份在住家附近 被撞断腿的那一场车祸 灵性男子也在场 而且他就是肇事者 你第一次撞他 你第二次你出 你变成你是副驾驶 坐在副驾驶坐的 这不是很巧合吗 为什么他的两次车祸 你都出现 哪有这么巧的事 专案小组立刻针对 陈伯玉阿德的妻子小纯 还有灵性男子 展开监控 像我们调灵性嫌犯 这个人的通言记录 就发现 他的通言记录里面 跟这个陈姓嫌犯 陈伯玉 联络非常多次 然后在 陈新府那一次 前中后 都是跟这个陈姓嫌犯 有密切的通言记录 严密的监控再加上通言监听 每一个侦查手法 就像找妖精一样 让整个诈宝阴谋无所遁形 专小组像抓粽子一样 抓出了所有的共犯 算一算五六个人 除了陈伯玉跟灵性男子外 还有一名陈姓通气犯 台面上 他是当天开车的肇事者 另外陪着阿德去 澄清湖散心的张姓友人 他也有份 当天在澄清湖县城的所有人 跟诈宝案通通有关 因为陈伯玉说的 只要撞人 就有钱可以拿 你跟前半认识吗 你看他们进去 他们都说 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现在电话很严 我们就发现 他们这伙人都在等着你陪 在钱还没下来的时候 张森安跟倪艺田 都会互吐苦水 为什么都还没有钱 我们都快要过不下去了 那张森安就说 那就等BOSS BOSS就是陈伯玉 BOSS说有消息 就会更通知我们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在等钱 实际上就是钱一下来 他们就有钱了 原来当时的强制理赔金 有部分的钱 就是给了这些执行案件的共犯 而陈伯玉就是共犯口中的BOSS 跟主要的策划者 他在哪里 原来这是陈伯玉 其实有某头策划 两个 来看看这个画面 画面里的两个人 一个是陈伯玉 另外一个就是灵性男子 这是阿德死后的某一天 更是专案小组 准备收网的前一天 这两个人 约在超商前后面 这张照片拍下的是 炸宝共犯相互联系的铁证 这些人统统都被抓了回来 结果一开始他们都推说 彼此不认识 但面对一项像的证据 他们赖不掉了 在太太小纯的介绍之下 阿德认识了主贤陈伯玉 陈伯玉知道 阿德需要钱 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 来照顾家人 而光靠打零工 是支应不了的 有保险被捡陈伯玉 他于是 就想出了这一套 仰套杀的炸宝计划 为什么要杀人 人是不是你杀了 是不是故意要杀人的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 整办阿德命案 查出看似 单纯的车祸意外 背后竟然是一起 进行策划的炸宝索命计 当时负责 正办炸宝案的队长 賴耀宗 他说整个犯的过程 阿德其实就是 陈伯玉 手中的一颗棋子 就是类似养套杀 这样就先把 慢慢养你这些人头 把你的信用 各方面都请出来 这些什么工作 阿德的妈妈其实并不清楚 但是打开阿德的银行账户来看 自从他跟着陈伯玉工作后 原本几乎没有收入的他 账户里开始出现了数十万 到百万的金流流动 陈伯玉甚至还帮阿德 开了间牛排馆 让他成了店老板 而在高雄文藤路上的 这间牛家来 就是陈伯玉 帮阿德开的店 但店里的人都知道 阿德是人头 陈伯玉才是实际负责人 这些都是陈伯玉为了养阿德的信用 养他跟银行往来的记录 阿德就挂名店长老板的意思 当然员工的薪水跟收入 都是陈伯玉在负责 陈伯玉那时候就 每天给他五百块 等于说他在牛排馆 是挂名的老板 可是实际上他是没领薪水的 不仅如此 陈伯玉还在高雄水源路上的 一处新建社区 买了两间房 一户在十四楼他自己住 另外一户在十楼就供给阿德 一家四口住 阿德从原本的打零工送报纸 摇身一变成了牛排馆的负责人 住的房子还从一般的老旧公寓 换到了新建社区的千万屋宅里 陈伯玉还帮他买了一台摩托车代步 现在的阿德已经不可同日而遇 他就是有一份新工作 有不错的收入 买个摩托车给他 然后有新房子住 然后家里安顿好了 然后帮我老板做事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对 这样很奇怪 我觉得不应该有人这么好 然后我也不觉得我的表弟是个 有能力被人家欣赏赏识的人 我们兄弟的什么都买 让他做老板买户好他 林锐龙说 当初阿姨告诉他 阿德的生活在认识陈伯玉后 慢慢步上了正轨 但林锐龙直觉就是不对劲 果然这些都是陈伯玉 为了榨领巨额理赔的起手势 慢慢被你培养感情嘛 然后你们深厚感 他觉得陈伯玉就是他的金主啊 大好人 什么事都会找到帮忙 所以也会挺他的话这样 生活的改变 让阿德慢慢踏入陷阱里 陈伯玉知道 阿德心里总念的太太小淳 跟两个孩子 他想要多赚一点钱 于是陈伯玉告诉了阿德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阿德那时候有一次跟他讲 他想让他老婆跟小朋友 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看有没有办法给他一些帮忙 所以他后续陈伯玉才会 跟他提起用榨领保险金方式 来获得金钱 这是陈伯玉的说法 陈伯玉说起心动念 都是阿德的提议 他告诉阿德 若有肢体缺失 就能够符合六级残的认定 就能获得理赔 他拿多少钱 有分比例 比例上好像是说 50%给阿德 50%他自己拿走 弄上自己 骗你赔金 陈伯玉说这是阿德 跟他的合谋 他帮阿德投保了七家保险 共买了九份保单 若是计划成功 四千六百万的保险金 就可以入贷 但问题是 阿德就是一个临时工 收入也不稳定 哪有可能保到这么高 陈伯玉有算计过说 他的经济状况跟他的收入 一定要达到一个某一种程度 才保得到四千六百万 从买房再到开店 原来陈伯玉早就算好了 他要阿德不要担心 只要跟着他的计划 拿到了理赔金 就可以大大改善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这个炸保计划 尽管陈伯玉拟定起来得心应手 但问题是 这些计划统统都要钱 再加上投保四千多万的保费 一年约末也要快二十万 这一笔一笔加起来 光耗牛排店一个月净赚五万块 哪指引得了 他投资这么多钱 那时候他已经是负债人员了 他也是没钱了 现在的阿德 是陈伯玉眼中的大肥羊 在阿德确认签下保单后 养套杀的最后一步 该执行了 养套杀的计划 就差最后这一步了 陈伯玉他抓住了阿德的弱点 让阿德打从心里觉得 只要受一点皮肉伤 就可以讹诈巨额的保险 就可以改善 他跟太太孩子的生活了 于是陈伯玉设下第一个计划 是要制造一个金钱纠纷 找人来砍断阿德他的手 而按照陈伯玉的说法 他们排练了很多次了 却因为阿德跟执行者退缩了 最后失败了 而第二次 他们要制造假车祸 要撞断阿德的腿 但这一次依旧是因为阿德 他太害怕了所以没成功 所以陈伯玉他才会急着 要去拟定第三次的计划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阿德他组着拐杖 手上还包着纱布 这样子走路一搏一搏的 而这就是阿德他的最后身影了 陈伯玉说这些计划 阿德他通通都知情 但是家属不行要问 虽然说阿德他有负债 但是清算下来的卡债 也不过十七万啊 那陈伯玉说 阿德欠他一百万 为了这些钱 有什么理由 要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让陈伯玉 可以诈宝拿走一切呢 被警方带回来的程序空气犯 他是整起诈宝殺人案的 罪毁才平补 尽管他只负责幫忙 林姓男子顶罪 但随着他到案后 案情更取名了 陈伯玉的诈宝计划 仰号杀的三部曲 通通摊在阳光下 我在文坎路的牛排馆 这里是陈伯玉 选择诈宝的第一个地点 就是要在牛排砍到他的左手 因为他们在行动的时候 就我也是有演练几次 就是说把左手砍断以后 就直接丢到那个油锅上去炸 这是陈伯玉的计划 但问题是计划改变 感不上变化 劫力安抚 并且赶紧将他送医 当时牛排店老板 被砍伤了新闻 还闹上了媒体版面 因为利息的问题他们又愿意不合 所以嫌疑人就砍了那个店主两刀 金钱纠纷造成了砍人事件 看到牛排馆外满地的血迹 这一切都是按照陈伯玉的剧本走 但由于阿德的手伤并不严重 只领到了20万元的理赔 就是没有达到他们原本想说 左手砍断就是有六级残的那种全残的礼皮 然后20万基本上都是陈伯玉拿走 因为没有执行到他们达到的效果 所以20万基本上阿德也是没有拿到 20万跟原先预定的千万里赔金落差太大 陈伯玉当然不可能就此罢手 他们就是规划说在牛排馆下班回家 然后车祸嘛 对 然后在牛排馆那时候 我问张信嫌疑 他确实有拿铁锤捶他的左手 因为我所受伤嘛 我刚好在牛排馆很受伤 我骑车顾稳 骑车顾稳到那个路口的时候 一时没注意就被撞 这是陈伯玉的第二次计划 从牛排馆到水源路阿德加附近 车程大约10分钟 阿德在离开牛排馆后 骑着机车要前往指定的地点 这10分钟里 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很多念头 想是这样想 可是真的执行痛了 痛是他弄了自己 然后几个月以后 他被敲锁 他会回想到他那时候被 砍手那种状况 又会痛起来 就在抵达指定路口前 阿德停了下来 他踩了刹车 他从这条巷子出来 对 然后应该是撞几点应该是要被 入中间 他好像在这里就停了 我真的是痛 痛了一下 不想被撞了什么 停住以后 林逸田看到他停住 他还是照计划去帮他撞 第一次被弄到手 以前都在那 雷带的筋子 那些人带 都以前没法做 吃没法做 以前说很严重 腹 腹也是 他如果说他站一站 那些人站一站 站一站 站四站 要回去住的时候慢慢站 站四站 有九万的万 又弄到这样 阿德的左脚被撞骨折 但因为伤势依旧不如 乘搏于预期 就怕接二连三请令保险 可以让人起疑 这个保险公司有时候 会怀疑会调查 所以他们就决定 第二次不能赢 可是要尽快执行第三次 他被嫌患有讨论说 不能再让阿德知道 要撞他这件事 因为他第二次执行的时候 他会怕 没有达到效果 所以他如果第三次 用了他知道 他同样还是会答 专案小组说 前两次的计划 都因为阿德在关键时刻 退缩了 所以才让计划失败 对陈伯宇来说 他没有时间等了 这天晚上 陈伯宇借口聚餐唱歌 约了阿德 阿德的太太小组 还有张姓员工 几个人到大城二路上的KTV去 当时陈伯宇要求 林姓男子跟陈姓通缉犯 开着租癌的车 在外头待命 所以那时候 他们原本计划是说 唱完歌的 要过马路的当下 他要过马路的当下 由陈一泉 开车去撞他 结束唱歌后 小组跟着陈伯宇先离开了 当时有张姓员工借口弹行 要阿德陪他走走聊聊 可以看到张姓员工 率先走出KTV 而阿德 左手裹着纱布 拄着拐杖 一伙一伙的跟在后头 他被砍伸的左手 还有脚伤都还没痊愈 原本陈伯宇的计划 需要在KTV门口执行 但没想到 凌晨的大长二路上 人车还不少 于是这一伙人 改往陈青湖去了 是张姓的说法是说 带那时候上车 我跟他讲说 他要带去他 带去陈青湖那边上 带去陈青湖 就纯粹这样讲 那时候我没有想这么 就跟着他们去 夜里的环虎路 灯光昏暗 张姓员工 带着阿德来到这里 他要阿德在路上等着 他要找地方上厕所 同一时间 陈信通气犯开车 载着灵性男子 也抵达了 当时候他规划是要 那个通气犯去撞他 后来好像也是 速度开了 绕了两圈 那个 这个通气犯 陈一泉他后来有反悔 所以他不敢撞你 所以才会改 改成是 林一田去开 就换手 换他 他就 时速就飙比较高了 所以他们的想法说 我无论如何要执行成功 所以就算 脚撞残肺或者撞死他 他们已经是 毫不在乎了 好 今晚警方 逮回了陈伯宇这伙人 也从他们的嘴巴里 问出了一连串可怕的 仰套杀的计划 但对于专案小组 跟家属来说 还是有许多地方 没有讲清楚 包括了 没有现场重建 如何还原阿德 他是怎么被撞进 陈欣湖的 有没有事后加工的可能性 而更重要的是 阿德的太太小纯 她在整起的案件当中 她扮演了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按照家属的说法 所有的改变都是从小纯 她怀着别人的孩子 回来之后 要求结婚才开始 她跟陈伯宇的关系 太过紧密了 而她在阿德死后 没多久 就怀了陈伯宇的孩子 还愿意把领到的 120万的抢制险 通通交给陈伯宇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告诉警方 她根本不知道先生 有保那么多张的保单 但是从秦岭的资料上面显示 早在她倒案之前 这九份的保单 她通通都已经去申请理赔了 这样还要说她不清楚吗 她在整起乍宝案里头 扮演了什么角色 是主模式共犯 还是真的只是被陈伯宇所利用了 所以她是一路从这边 就一路撞过去 对 一路撞到 到转弯那边才可以 而在高雄 澄清湖的环虎路现场 对侦办远景来说 当时的场景立地在目 尽管专业小组 顺利带回了陈伯宇一伙人 但他们依旧紧要 当时的车祸是阿德同意的 而且他们是不小心撞死人 并非要蓄意杀人 因为阿德死了 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说话 所以我才会希望重见现场 时间那回案发当晚的场景 可以看到侧边护栏 有一圈圈黑色的印记 这些都是车辆擦模所留下来的 整个研派就是他打死 把方向向右边打死 沿着这个围墙 一直在一直撞撞撞撞 延伸将近百公尺的磨痕 加上沿路散落 或者阿德的拖鞋跟拐杖 但现场并没有任何刹车痕 若只是要让阿德残废 有需要做成这样吗 当时候任职行事监视中心的 陈鸿贤说 车祸案件他们看过太多 但沉清湖的这个现场 说是不小心撞死人的 他也不太认同 他来租赁车子 右车车身幾乎都 整个都刮烂的 尤其右前车头 他右前车轮也破呢 你有办法开到右前车轮破吗 要么就速度很快 沙停要需要一段时间嘛 不然就是第二个就是 他故意的 因为你自己看现场这个状况 就是他有一点 S型的状况 所以他这种状法 就是要自他与死的态度 意图就很不确 再加上阿德是直接 被撞进陈青湖里 按照共犯林姓男子的说法 他当时的时速只有五十六十 以阿德身高一百八十几公分 体重一百三十公斤 沿着护栏擦撞 如何把人撞飞过一百七十公分的护栏呢 就是要往死里撞 这是家属看完现场后的怀疑 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现场重建 因此这些怀疑就只能是怀疑 现在公司又把这些人都要撞到我们的女儿来 说我们的女儿是自己不愿意 要向老公司 我们的女儿真的有选择吗 要向老公司 那条线要让她母亲戴上 我们的女儿有选择 我们的女儿也有选择 大家也没有选择 有对一个选择 后面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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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发抑郁 整起诈保案件中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是主谋 共犯 还是单纯被人利用的未亡人 因为这整起的保险 四千多万 因为受益者是她老婆 所以如果以犯案东西而言 她老婆犯案东西是最大的 阿德的表哥林锐龙说 面对警方的讯问 太太小春都说不知情 她说她不认识那些诈保共犯 也不知道先生有投保四千六百万的保险 她唯一知道的事就是那一张一千万的保单 但问题是 根据保险公司的请领资料 九份保单再加上阿德的强制险 小春统统都已经去申请理赔了 我的连结是 为什么忽然间要回来嫁给她 为什么忽然间介绍她 拥有了好的工作 开了一家店 就忽然间 以我阿姨的角度 可能就飞黄腾达了 我觉得她太太应该是共犯的一份子 但这些都只是情方证据 警方后来把陈伯玉抓起来以后 他们查扣的一些证物 里面有 阿德的账户 信用卡 提款卡 还有她老婆的 还有她两个小孩 所以其实我看起来是 陈伯玉是可以控制所有人的金钱 虽然我们的心证上是认为是说 怎么可能不知情不知道呢 可是我们就是整个侦查过程上 甚至在嫌患的公诉上 都没有她老婆设案的证据 就发觉她老婆 事实上是一个蛮单纯的 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傻傻的 就是人家对她好 她就会听从那样 十八岁的小春在阿德过世后 没多久 就怀了陈伯玉的孩子 会是年轻不懂事 遭陈伯玉利用 社局拐骗感情 才会交出自己跟孩子的账户 还有强制嫌的一百二十万元吗 所谓的罪证确准 还是差了关键那一步 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其实你很爱她吗 那时候也有跟警察官讨论之后 有做一个策谎 不过当时她老婆这个部分 因为她老婆那时候有怀孕 那时候有考量一些因素 就没有对她老婆做策谎 这些人也没有指证她老婆 那是他们那些合伙人 一定要保她出来 保她出来 他们为的就是要那个 那一笔保证金 一定要让我媳妇出来 才有我媳妇是有资格 是去领那一笔的 一定要保她 官出来再跟她老婆 再去分账这些钱 这个都还不济集了 由于查务涉案试证 太太小淳并没有遭到起诉 而始终不认故意杀呢 陈伯玉等五个人 则以杀人诈欺罪起诉 案件进到了法院审理 陈伯玉从一省的十七年半 再到二省的无期徒刑 二零一七年跟医生的法官 更听信了陈伯玉的证词 他们不是故意杀人 因此撤销的杀人罪 他们的行车路线 那确定说被告 这些供诉是可採的 陈伯玉遭轻判四年十个月 其他的共犯也大多是 四年多的有期徒刑 却没想到二零一八年传出消息 家属接到了共犯 陈姓通弃犯寄出了一封信 信里面提到 他手中握有陈伯玉串供的试证 他们在法庭上根本没说老实话 这起大保案件 最后替阿德投保的七家保险公司 因为没有落实查证 被投保人的职业收入 全被经管会给开罚了 被处以六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不等的罚还 而至于阿德的官司 更衣审的法官 因为听信的陈伯玉等人的说辞 认为他们是在阿德之情的情况之下 不小心撞死人的 所以轻判四年 这判决一出引起社会哗然 陈姓共犯从监狱里头寄了一封信 他说主谋陈伯玉从被收押开始 就写了纸条给所有人串供 他也有证据 但这个证据 最后法院采信了吗 我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一个儿子被他们设计害死了 现在他们都把罪推给我儿子 这封信他写出来的所有信 都还有经过监索的收发式 发式都还有盖章 还有盖章 对 那写了什么 就是类似讲过程 讲他们要统一的 信件上头诚信同气犯说 他手中握有陈伯玉串供的证据 在被收押禁件时 陈伯玉给了每一个供犯 一张指导字条 上头清楚交代了 每一个人该说的剧本是什么 死人不会说话 那他们为什么要推给死人 其实他们是为了要避免杀人罪 虽然最后法院还是判他们 杀人罪成立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阿德德已经背上了 是共谋的 共谋的一份子 可是这个共谋的一份子的指证 是来自于他们四个人的串供 因为 这是鼓励想犯罪的人 其实是在告诉有心的人士 杀人灭口是最好的方式 家属说原本以为这张串供字条 可以成为陈伯玉计划杀人的铁证 但字条呈上法院后却无消无息 2020年更日审判决 法官认定陈伯玉为了钱狠下心肠 明知道可能撞死人 仍执意执行 属杀人的不确定故意 以杀人罪论处 并认为陈伯玉要钱要人手段卑劣 判处无期徒刑 而其余共犯则判处十年到十四年半 不等的有期徒刑 全案2020年故约定缘 阿德的家人到现在 仍然在期盼一个现场重建 他们要求的是一个真相 阿德大女儿的同言同语 跟着家人一起准备出门 他还不晓得这一刻 他心爱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离开他了 我们跟太太那边就没有互动了 然后他也没有 没有回来看过小孩 小淳的二女儿 跟与陈伯玉生的小女儿 最后都交给了社会局安置 2022年11月底 我们再度重回澄清胡还胡路 当说车祸的痕迹已不复见 曾经沾染血迹的告示牌 也已经覆盖上一层灰 多年前那场车祸意外 随着时间过去 已巧被人遗忘 但在家属心中 却是永远的痛 阿德的妈妈其实很在意他 儿子被冤枉这件事情 因为他跟我一样也不太相信他 他儿子会做一个 他们所谓的炸宝的事情 然后他也一直很不能接受 儿子娶了太太以后 跟着太太介绍的人去工作 没多久人就没了 他说如果这样他宁愿他的儿子 一辈子打零共 就是庸庸碌碌过一辈子 因为阿德死了 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说话 所以我才会希望借由重建现场 知道他们是故意杀死阿德的 希望可以帮阿德摆脱 他是一个诈骗公犯的身份 这种炸毒的手法 你可能曾经在电影《堵神》里头见识过 就是说只要把显影剂涂抹在麻将 或者是普克牌的背后 再透过一副特制的隐形眼镜 你就可以看穿美副牌的内容 没有想到这种炸毒手法 竟然在台湾的这起社会案件当中 真实的上演 而离奇的是 最后社局炸毒的 以及被炸毒的这两个人 最后竟然双双的死于非命 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件 它是发生在2010年的农历春节 每天是大年初五 到处都还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气氛 过这一天 新北市这名焦急的父亲 他跑到了警察局要去报案 他说他儿子赵迪亚失踪了 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回家了 过当时警方还劝劝老先生说 女儿子已经26岁了 而且现在又是大过年期间 他可能跟朋友出去玩 打个通宵麻将 才一天没有回家 不用太过于担心 过老先生急着打断警方的安抚 他说儿子失踪那一天 他不是出去玩 他是要出门去追讨 一笔500万的债务 当警方听到了处理债务 这四个关键字的时候 立刻提高了警觉 进一步追查之后发现 当天赵迪亚去追讨债务对象 竟然也失联了 这案情恐怕就不是单纯的失踪案件了 2010年农历春节 这一年的过年湿湿冷冷的 那一年的春节期间 就是大过年的期间都下大雨 而且非常大的雨 尽管台北已经下了好几天的大雨 但大街小巷依旧张灯结彩 浓浓的浓结气氛丝毫未受 予什么影响 但理应何家传言的日子 新北市一名老翁却直奔警察局 当日的场景 当时任职侦察队部队长的曾伯仲 历历在目 刚好我当日是轮子的 那突然有一个老先生跟着一个 民意代表的一个服务处的人员 跑来我办公室说 他的儿子失踪了 老翁说他的儿子叫操迪亚 今年26岁 已经整整一天没跟家人联络了 问题是操迪亚已经成年了 一天没回家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他是跟我讲说 他在大年初四那天早上 他说他今天会去找一个朋友 可能出一些债务上面的问题 然后就离家出去了 可是一直到晚上 甚至到隔天 也没有跟家人联络 所以他才觉得不对 那出去那么久 他也从来没有说 打电话打不通 联络不上 听完老翁的叙述 援警立刻提高警觉 关键四个字 处理债务 立刻敲响了 远景脑海里的警钟 警方很清楚 一旦案件牵扯上的是金钱纠纷 各种复杂的状况 都可能随之发生 再加上根据老翁的说法 而且超迪亚出去出的债务 是一笔赌债 就更让人景又行重重 这个超迪亚的部分 我们那时候去做 在整个泰山地区去做一个测房 他应该就是 我们俗称在A车的 就是经营赌场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是在担心这些 有可能因为债务在 索取的时候 会有一些 杀人 伤害 妨碍自由等等 这些问题 伤害 掳人 杀人 这一些各个都是 重大治安事件的关键词 难道超得要去要赌债 反倒被人控制的行动吗 其实如果说是 他是被掳走 那当然他家属也应该会接到讯息 请你来处理 可是问题是 他现在的方向是不见了 然后家属也联络不上 也没有人去联络他家属说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都没有 新庄警方立刻投入警力找人 吊通帘 吊监视器等所有能想到的 侦查座位都做了 就是希望能够赶快找出 超得要人在哪 没多久传来消息 超得要的车 在泰山的自强路上被找到了 根据附近民众的说法 这台车放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 再加上警方仔细检查车内 并没有异状 但超得要的车停在这 他仍应该走不远吧 不过警方实际仿查了附近住户 却都没有人看到车子 然后人到底去了哪里 那时候我们大概 动员了二三十年的警力 现场周遭来做一个搜寻 但是也无所获 由于自强路靠近山区 要搜寻的范围并不小 尽管都已经动员了大批警力 但要在诺大的山区里找寻一个人 说实在并不容易 尽管警方也尝试调阅附近监视器 但由于当年监视器的建制并不普及 靠近山区的自强路 监视器的建制更是寥寥可数 那时候监视器是 普遍是相当的模糊 也很旧式 他那一段的话 就是只有前后有 我们有带到超低下的车 其实是在很晚 十一二点的时候 进入泰山的自强路 然后很远 很远之后他有回转 回转之后有停下来 监视器只能确认 超低下来到自强路的时间 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群人行动因此也陷入了焦灼 同一时间 超低下的通电出来了 警方赶紧确认 他最后一个 联系的对象是谁 他的最后一个通电的电话 是打给蔡姓他的这个朋友 清查之后发现是在泰山区 一个养住户 一个叫蔡姓雄 这个阿雄 是超低下的二十玩伴 是肉贩中含商 他是超低下 最后一个联络的人 也是超低下的债务人 不仅如此 警方更发现 阿雄父母的工厂 就在自强路上 而超低下的车 也是停在这一间工厂的外头 所以我们觉得蔡姓雄 应该是这整个案件 有关键性的任务 所以我们当天就有去找他 但是找他的时候 人已经不见了 加入台湾启示务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细化 和我一块翻阅 记者秘密档案 好 警方查出了 蔡姓雄当天去追讨债务的对象 就是他的拜把兄弟阿雄 阿雄比蔡姓雄年纪多了十多岁 平常就把蔡姓雄 当作是自己的弟弟在照顾 而这两个人在失踪之前 有非常密集的通年记录 蔡姓雄的最后一通电话 就是打给阿雄的 而蔡姓雄他的车子 最后被发现也是停在 阿雄父母的工厂的附近 因此警方研判 蔡姓雄他的失踪 跟阿雄应该是脱不了关系的 再进一步去调查阿雄他是谁 看看他的背景 发现他是在泰山当地小有名气的 一个猪肉的中盘商 经济状况很好 他没有前科 没有不良记录 不过这个人就是很爱赌国 而且每一次输赢都不小 有人帮他算过 一年平均可以输掉上千万 而阿雄的家属告诉警方 就在大年初三的那一天 蔡姓雅跑来找阿雄 他们到三重的一家赌场去玩 结果当天阿雄他又输掉了五百多万 蔡姓雅自己也输掉了三百多万 不过他跟阿雄说 这一家赌场他熟 他可以帮忙瞧一下 看看你五百多万的赌债 是不是可以打个八折 然后等到过年之后 再来处理就好了 他没有想到 蔡姓雅他隔天就上门要来要债了 阿雄的家人说 那个晚上 阿雄跟家人拿了一百万 说是救命前要还 却没有想到 阿雄拿走了一百万之后 他人也失踪了 重回泰山自强路的现场 警方发现 蔡姓雅失踪当晚 就是来找阿雄 阿雄是蔡姓雅失踪前 最后的联系对象 而且从大年初二开始 两个人就密集联络了 根据了解 阿雄的家族 在泰山地区是有名的肉饭师家 蔡姓雄他们家 在泰山是颇有经济的实力 因为他们家 以前是在自强路那一带 水货物比较臭 因为他们那边很多养猪 他们那时候都会致富 养猪都有赚到钱 蔡姓雄他本身自己是做养鸡的 他不是那种刷尾 他是属于中盘 所以他们的经济实力是非常不错 阿雄38岁有稳定工作 看起来就是个老实的肉饭中盘商 他跟蔡姓雅两个人 是认识很久的拜把兄弟 其实他们是从小就在一起 而且是因为阿雄年纪比较大 他大概有四岁 所以外出都是阿雄在照顾超迪雅 不要 因为超迪雅 带他去开始去那种 赌博场所可能让蔡姓雄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说他有甜头的引擎 那后来是慢慢地 让他深陷在当中之后 就慢慢地就是越输越多 越输越多 但是实际上现在在赌博 那阿雄的哥哥其实 他们家人帮他处理过 太多的这个赌债 大概在这件案件的 发生了前一两年 蔡姓雄可能输了两三千万有 跟着超迪雅去赌博 赌输的千万债务 都是家人帮忙处理的 而大年初三这一天 阿雄又跟着超迪雅出门了 超迪雅又带蔡姓雄到三重 他有特别讲到三重 某一个赌场去赌东 然后那个晚上 超迪雅说超迪雅输了三百万 才有输五百多万 超迪雅那时候就说 没关系这个赌场他有熟 他可以帮忙来谈 后来谈一谈是说 可以从他五百万里面拿八折 打八折来还这个赌债就好 拜把兄弟在大年初三的赌场里 两个人都输了上百万 原本超迪雅跟阿雄说 这笔债他可以帮忙 延到年后再处理 却没想到隔天 超迪雅就找上门了 结果怎么会出事晚上 就打电话来说要请 那阿雄那也没办法 他只好跟他老婆讲说 这个是救命钱 所以他的意思说 他把一百万拿给阿雄 去先做一个初步的处理 超迪雅来找阿雄的那一晚 阿雄还向太太拿了一笔 一百万的救命钱 却没想到这一晚来逃赌债的 跟欠赌债的通通失联了 会发生这个状况 大家都很意外 因为两个人都失踪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怀疑 会不会是被赌场的人带走了 这个就我们的一个 侦办案件的经典来谈 真的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警方立刻调约了阿雄的通联 传说超迪雅最后的通联是阿雄 那阿雄最后的通联对象 又会是谁呢 他跟超迪雅联系之后 再来后面就都没有通联的对象 这两个人到底去了哪 专案小组寻着两个人的手机讯号轨迹 再往下追 有了发现 就在大年初的凌晨两点多 入口监视器开到了阿雄 开着货车出门了 那这部小货车 它开出自强路之后 往泰山的大克路走 他的车子都在泰山地区绕 一直绕到凌晨 这个不合情理 那这一圈大概有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两个的手机的通讯 跟着这样子绕 绕回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断定说 超迪雅那时候跟阿雄 两个人是在车上 两个人是在车上没错 也就是说 两个人开着车 在泰山地区绕了二十几分钟后 又绕回了自强路 这也代表案件争办 又回到了原点吗 最少你要失踪的人要找出来 真的是关键性的一个问题 家属也一直很着急 大概在他失踪的第七天 他父亲会跟我们讲 做他找到 好 超迪雅在失踪七天之后 他被找到了 在哪里被找到呢 超迪雅她的姑姑 据说她是有灵异体质的 她梦见了超迪雅向她求救 在梦里头她泡在水里 不断地寒冷 要家人赶快去找她 而超迪雅的父亲 她也是到处地求神问补 只要有庙她就拜 她在泰山自强路的这间小庙 向地藏王菩萨祈求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而当时地藏王 连给了家属三个醒龟 只是超迪雅人 就在泰山的自强路上 而且很快就会找到人了 没有想到这么玄奇 就在地藏王 给了三个醒龟之后 没多久 警方果然在小茂旁边的 这一个寒洞里面 找到了人 但她已经不幸遇害了 山上那一片 我们全部都有去找过踪迹了 为了找寻 这两个人 该不会遭遇不测了吧 是超迪雅她的姑姑 她的姑姑 有点灵媒体质 她其实在她失踪当下 她姑姑其实 有跟她爸爸聊 说她也是在她附近而已 叫苗志祺的早 超迪雅的家属 穷尽所有的可能 到处求神拜佛 但每一个神秘的家属 都直指 超迪雅人 就在泰山自强路上 她爸就简直就说 人就是在这里 在这里 或许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庭夜里 家属梦见超迪雅回家了 她姑姑也是这么讲 然后她有梦到说 她说她好冷 有泡油在水里面好冷 昨晚她是打架了 那意思是说 好像不是再叫我去那儿去 这个梦境 让家属觉得很不安 翘底下告诉姑姑 她好冷 希望家人赶快来找她 但整条自强路 警方都缩辩了 这个地方已经走了 走了好几次了 因为我们一直有 查房这个住家 这边这个住家 已经有来过好几次了 远景说的这户人家 距离超迪雅的车 被发现的地方 约莫三十公尺 走近一点看 这户人家里头 也有一间小公坛 她爸爸到达现场的时候 一发现旁边 刚好有一间 那个私人的公庙 就是地上王菩萨 那超迪雅的爸爸就想说 那就是去拜一下 祈求一下 看是生事实 那至少点个一条路 山主的什么也有来 找山上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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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很多都没有 超迪雅失踪 都已经第七天了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是家属心中 最卑微的气派 超迪雅的爸爸 诚心恳求地藏王菩萨 能棒棒他们 有苦在我们这里 苦根 你印一筊 一筷 找到 如果找到 你再印一筷 第三筷 我用欧将筋找到 可我一筷 超迪雅的爸爸 连续植出三个神筷 仿佛是地藏王菩萨 冥冥中的指示 而只有在直角后 同时见 他们又是少年在外面 说 看我们死了 看得很大声 我们三四个庄主 庄主说 快来来 你救我 他找到 非常神奇地 就做他找到 李子映说 他第一时间就赶到的现场 到时候他站在寒洞上方往里头看 但他什么都没看到 我就问他那个朋友说 你看到人在哪里 你看到是谁 他说那看到草地啊 在水沟里面 我跳下去看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看到东西 清油口中的寒洞 其实就是山区引水道 要接往大科西的出水口 因为行经道路底下 里头空间不大 视线昏暗 他有一个阶梯的落差 那个阶梯的落差 也差不多是另外一个 110公分左右 所以说就变成是说 你从外面 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叫他朋友下来说 你站在哪里看到 他站的地点 跟我站的地点是一样 我说我什么都看不到 你怎么会看到他在里面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说他就感应到他人在里面 我说怎么可能 我说怎么那么玄奇 对啊 我说你有找进去里面看吗 他说没有 他就感应到他在里面 臭疲的亲友说得信誓旦旦 徐子英决定再往里头走 那大概有二十几公尺 快三十公尺 我到里面阶梯的地方 我就看到大体 他的脸跟他的身体 是整个趴在地面上的 徐子英说当他进到了狭小的寒洞里 看见了趴握在水洼里的男尸 这场景太让人难忘了 身上是赤裸的 他没有穿衣服 他是趴着 然后脚被绑着一个绳子 绑在水管上面 那因为他那个底下寒洞里面 有一个水管是堵出来的 他那个尼龙绳 是在上面 在水管上面先打几面 然后他的脚那边也先打几面 然后把他绑 靠近墙壁那边 把他绑在那边 男子的脚上被绳结紧紧的细够 更惊悚的是 然后他的大石上面 还被压了一个大石头 然后他的手的附近 跟身体的附近 还有几块小 比较小的石头 类似他位置顶便 就是大概这么大颗 它是身材很魁梧的 那个石头整个把他 底部这样压上去 就很大颗 大概有50公斤重 我们那个时候搬的话 是两个男生一起 把他搬走的 死者生涯大石 脚绑尼龙神 歹徒的意图太明显了 那里是一个山坡的饮水道 其实只要下大雨 水流是很强的 只要你在那边 你没有绑好 或者是没有重量压着 其实 那个水流下来很快 就把大雨传到我里去 郭忠祐头折掉了 自己的姓夫 只要折掉 要弄就对了 这墙路它那边 都是在养猪 养鸡人家 所以味道是比较臭的 其实如果说真的 东西一发腐发烂 有没有 真的你是闻不出来的 担心被人发现 松手竟然想得出这种方法 而经过确认 寒洞里的男尸 的确就是草地亚 家人伤痛欲绝 看了七天 却只看到被弃制在寒洞里的冰冷离品 而这一切都如家属的梦境一样 头上是打架了 那意思是说 刚才不是都被我去那里去的 或许是家属的欣欣念念 也或许是草地亚在探着 能被早一点发现 不用在这湿冷的寒洞里日复一日 鱼草地亚的头上 眼上有多处可怕的刀痕 它的瓶垢有水 不排除它被弃制在寒洞里时 还有呼吸 因为你如果说是搬过去的时候 已经死亡的话 理论上它的叠兜医 可能就不会有水分了 可能是昏迷的可能有 因为水就变成你可能是溺水 然后就窒息 这个遗体上面 我们是没有非常明显地看到 这个有这个差错伤 警方想方设法要找的两个人 一个草地亚已经遇害了 另一个阿雄依旧下落不明 这下又该上哪找人了 草地亚他的死狂极其的凄惨 而是谁杀了他呢 从通联的诡计上面的判断 阿雄是跟草地亚最后在一块的人 而草地亚又跑去跟阿雄要战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阿雄因为赌债杀了自己的好兄弟吗 在找到阿雄之前 这些都只是揣测 而当时侦察队的小队长徐子印 他为了找寻更多的线索 他带着他的队员蔡东周 两个人在三天半夜 重回到了发现遗体的这个寒洞 他们往寒洞上游的山区 仔细地去搜找 也许阿雄可能人还躲在这里 但没有想到 徐子印跟蔡东周 两个人才刚刚抵达的现场 在那一瞬间 两个人同时感到 一股的寒意涌上来 徐子印说 他当警察这么多年了 他去过那么多的命案现场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 背脊发凉 头皮发麻的感觉 而更玄奇的是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 他睡了一觉 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自己走到了一间陌生的铁皮屋 正当他在梦里头还在想 这是哪里啊 突然之间 眼前竟然看到了阿雄 就在他的面前上吊轻声了 徐子印当时还在想 这个梦境实在太真实了吧 接着就被电话林仙姐吵醒了 谁打来 是他的同事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头 对方语气非常着急地告诉徐子印 他说 阿雄找到了 他在老家的顶楼 上吊轻声 阿雄的家人一早穿着雨鞋 就上山找人 他们大声呼喊 希望能够早一点找到阿雄的下落 他钱没有带 证件没有带 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去 他没有出门 他是不是到底是怕 自己会想不开 还是说他什么问题 语气中满满都是担忧 来向阿雄所讨债务的草地亚遇害了 所有人都等着阿雄出来交代案情 不知警方24小时全天后埋伏 就连草地亚的亲友也到阿雄住家冰烧 走来 走去一直找 我就以心眼怀疑他 他还说不出他 我六次都是他们的 我在怀疑他 昨天有三四十个人 小弟上来 要找他 对警方来说 现阶段阿雄是离心 但是我们根据地缘关系 跟通缘的基础判断 蔡雄跟这个案件已经脱不了关系 再加上警方注意到了 绑在草地亚脚上跟水管上的神结 打的方式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 普遍应该只会打两种结 就是一般的交叉 交叉打在一起 甚至就是一般的蝴蝶结而已 他绑在水管上 跟绑在那个脚上面 那个神结 是很专业的绑法 那个神结是绑得很紧的 是怎么拉都拉不开 要用剪刀剪来剪得开的 紧紧细柱的神结 对比阿雄的工作 似乎有点吻合 他们的那个绑法 这种就是属于 你要绑大量物品的时候 你为了怕那个绳子断掉的时候 就会用这种绑法去绑 一般人不会用这种绑法去绑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 我们也怀疑就是说 因为他们家是做冷冻肉品 这个量很大的时候很重 可能也会需要到这种 结的打法去绑 再加上警方 曾经到阿雄的工厂查访 尽管在工厂 并没有找到什么的机器码机 但是他们看到了一样东西 那个塑料神 后来我们其实去做查访 跟其实也有跟蔡永他们家 是有发现相同的绳子 但是因为那种绳子 任何点都买得到 可是问题 这是一种巧合 那个绳子跟你家里面有的 那绳子又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绳子的绑法 又不是一般 所以才强烈的怀疑说 他应该连 操迪亚的处理的现场 他应该都有在现场 台阶的专小组钓鱼监视器时 曾经在凌晨两三点时 发现阿雄的小货车 当时候操迪亚的手机讯号也在一起 现在想想好像哪里不对劲 为什么晚上你说要跟他讨论灾物 然后出去车子都在附近 那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急事 非得在凌晨开车出门 而且还在山区 漫无目的地绕 我们那时候在研判中 他绕了这一圈 是不是当时候 操迪亚就已经是死亡 他要去找地方丢弃大体 那当然有可能 在这个二十分钟里面 找不到好的一个地点 这是专小组心中最坏的研判 难道两个人 在处理驾驭的过程中 起了冲突闹出的人命 阿雄因为在山区 找尋不到隐秘的气势地点 才会丢在住家附近的寒洞里吗 问题是这些研判 都等着阿雄来证实 但这些日子来 包括了警方还有双方家人 穷尽的所有办法都找不到人 还能怎么找 他们是沿路整个这样找下来 当时候侦察队小队长徐子毅 带着侦察所蔡东舟 两个人趁着夜深 重返臭底下城市的淫水道 他们往上游找 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 我们是想去找这个连感 因为我们也想说 有没有机会遇到阿雄 因为在阿雄的父母亲家的附近 上游就在旁边 那我们也在想说 因为我们半夜上去 不晓得会不会突然遇到 我们站在上面往下看 因为有看到烧的痕迹 有烧东西都一定是在这里了 徐子英说 约翘雕的上衣手机 还有一些随身物品 都没有找到 当时他看着眼前这一堆灰烬 正在思考 这些物证 有没有可能都被烧毁的同时 就是闪过那个念头 所以全身不舒服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 就是很快速地全身发亮 全身冰冷 你会有那种感觉就是 温度急剧下降 到冰点那种状况 所以非常的不舒服 徐子英说他从今28年 经手过许多重大刑案 每一个命案现场 他都会亲自到场 但这种打从骨子里冷出来的感觉 他从来没有遇过 命案现场会走过那么多趟 我们说 只一点就是我们是正义之身 我们是什么都不会怕 结果到那个现场 我们进来 两个人都会有一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那种 有时候很冷的时候 我们被那个风扫到有没有 起颈然后会湿起鼻子 我个人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应该有圆区的 现场的两个人 都感受到莫名寒意 会是巧合吗 就是现场的感觉太 太阴森了 就是因为阿朱也有感觉到 因为我们两个对眼看了一下 那是我们事后 我们都不敢讲话 尽管感受到现场气氛不太寻常 但徐子役也没多想 既然重回现场一如所获 那就早点回去休息 准备天亮再继续追查 所以 当天我回到家 我就趕快做一个舒适 那我习惯性会在家里 要睡之前泡个茶 一如往常的平民时刻 也让自己能够坐在沙发上 好好沉淀一整天的杂乱思绪 但这一天的状况却不相同 结果喝不到两杯茶 我就突然就是睡着 我也没有从来那么累过 我就突然做梦 很真实的一个梦境 梦境中的徐子英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 顶楼家盖建筑林 不知道 这只叫那个场景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 正当梦境中的徐子英 还在思考他身处何方时 接下来的画面 他忘不了 我看到在梦境里面 看到阿雄上吊青森 因为他是正对着我 他的脸是正对着我 所以我知道他是谁 我虽然很累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梦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电话铃声 把徐子英从睡梦中唤醒了 那时候就接到阿雄 打电话给人 就说阿雄在家里 就在他爸爸妈妈的住处 上吊 就是青森 好 小队长才刚刚梦到 阿雄上吊青森 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接到了 同仁打来的电话 阿雄在父母老家的顶楼上 上吊青森 更不可思议的是 当徐子英赶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那个场景 竟然跟他的梦境一模一样 而且他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难道阿雄是想要透过那个梦 告诉他什么吗 后来警方在阿雄的手机里面 发现了这一封 还没有传出去的简讯 这内容上我写的是 亲爱的老婆 两个孩子拜托你们了 人不是我杀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好怕大家都要找我 都不去找凶手了 而这封简讯还提到了 自己一错再错 他对不起家人 他愿意一命赔一命 不过这封简讯最后没有传出去了 但是赵迪亚的家属 倒是有收到另外一封阿雄的简讯 内容是 我已知道赵迪亚死去 但是他真的与我没有关系 过两天我会去陪他 但是你们一定要把杀他的人 找出来还我清白 过两天会去陪他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阿雄不是畏罪轻生 而是以死明治的话 那真正的凶手 又会是谁呢 泰山自强路的这个斜坡路口 已经被警方拉上了封锁线 警方便寻不走的命案关系人阿雄 竟然在父母家中的顶楼上吊轻声 他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异状 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异状 我又赶过去现场 确实是在 就是在他父母亲的家中顶楼 徐子映一踏进阿雄老家的顶楼 触目所及的场景太熟悉了 现场的那个状况 跟我梦境其实是一模一样 我才很反应不过来就是说 怎么会跟我梦境里面是 一模一样的场景 因为我没有去过顶楼 我没有去过他家的顶楼 所以一模一样让我觉得 他是不是要告诉我 告诉我什么 难道阿雄真的想透过梦境 要说些什么吗 但是阿雄已经亲身了 他已经无法再说话 所以那时候我在有点情绪化 我就有跟他家人讲说 他明明就在家 阿雄明明就在家 你怎么会跟我讲说 他不在家 你们家人都说找不到他 可是他怎么会在你们家的顶楼上吊 在上一场上吊 我今天就跟我讲说 他真的不知道 他们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 阿雄选择在老家自我了断 就是专小组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就变成这个拼图没法拼好了 难道阿雄是畏罪亲身吗 专小组赶快在屋内查找 阿雄有没有留下什么质字片 那时候我看他的手机 那我们才发现 其实他有写一篇文字 说人不是我杀的 一定要叫我们警方去找出 真正的凶手 这个是阿雄的手机简讯 上头提到 亲爱的老婆 两个孩子拜托你们了 人不是我杀的我真的不知道 我好怕大家都要找我 他都不去找凶手 干嘛都找我 那意思是说 超迪亚不是他杀死 那为什么大家都针对他 而且他里面有关键性提到一个 他一错再错 他很对不起家人 那他也愿意 既然超迪亚死 他有提到说 他也愿意一命陪一命 他就是一命陪一命 尽管这些简讯 都来不及发出给家人 不过超迪亚的家属 确实也有收到阿雄 传给他们的简讯 简讯上头写着 我已经知道 超迪亚的死讯 但是他真的跟我没关系 过两天我会去陪他 但是你们一定要把 杀他的人找出来 还我清白 他未传这一封简讯 就是说他要证明 他就是清白的而已 阿雄亲身的背后 到底是畏罪亲身 还是以死明治呢 警方再追下去才发现 两条人命的背后 牵扯到的是一起炸毒杀机 好 什么叫做炸毒引起的杀机呢 阿雄的太太告诉警方 阿雄在大年初三 输了五百万回来 那一天其实就跟他抱怨了 他怀疑自己被炸毒了 但是一块去的超迪亚 自己不是也输了三百多万吗 而事后证实 阿雄当天的怀疑是对的 因为就在阿雄亲身之后 警方破获了这一家赌场 证实了这一家赌场 的确都是玩假的 而大年初三的那一场赌局 就是超迪亚一手计划好的骗局 包括了庄家跟所有的赌客 都是超迪亚事先安排好的 他们在麻将上面 涂上了显影记当作记号 就像是电影的情节一样 只要你戴上了特殊的隐形眼镜 所有的牌在你面前 通通一览无一了 而超迪亚早就跟在场的 每一个人都套好招了 现场那么多人 只有阿雄一个人浑然不知 他自己成了败把兄弟 眼中的大飞扬等着被载 难道是阿雄 发现了竟然被自己的 好凶器炸堵了 一怒之下 才会动手杀的人吗 面对记者的追问 阿雄的太太不发抑郁 先生为何抛下他 跟孩子走上绝路 他是最想知道答案的人 阿雄太太告诉警方 其实早在大年初二时 超迪亚就一直打电话 要找阿雄去赌博 阿雄的太太说 先生跟着超迪亚去赌博后 回来时有跟他抱怨 自己好像被骗了 他有跟他老婆讲说 他好像被冲掉 因为他很少这样子 一下子就输那么多钱 而且这个场子就是超迪亚的场 他这个别的场在玩 为什么超迪亚会一直打电话给他 叫他过来他的场 而且这些场他怀疑是 全部都是他们的人 他自己是这样子怀疑 所以他自己觉得 他应该是被冲掉 案子查到这里 难道这一切的纠纷源头 是因为炸赌吗 而在三重例行路上 这一整排民宅 草迪亚的赌场就开在这里 就在草迪亚跟阿雄死亡后 三重警方巡见破获了 藏身民宅内的赌场 而就在三重警方 逮回了一名江姓老千 还有一名林姓推筒子师后 揭发出来的真相 却是如此害人 我从头起来 我就跟他妈一句话 你不听我的话 我经常跟你说 不能再跟他们拔掉 就像拔掉的派的派都是派的朋友 我就感觉到 一直跟我们情人说 我自己大胆 无疑 他今天听我的话 他就问我 他就说 抬到全身有肉 抬到怎么说 其实因为他们 从小就玩到大 他也知道 蔡迪亚他们家养猪很有钱 不动产也多 那蔡迪亚他就是无所事事 那无所事事的话 他的经济来源 开名车 就是上酒店干嘛 那经济还怎么办 那就是靠赌博嘛 十多年的交情 阿雄的年纪也比蔡迪亚稍长 平时阿雄对蔡迪亚也都会照顾 由于蔡迪亚经营赌场 阿雄一开始也会去捧场 却没想到 就赌博的泥闹 阿雄是越陷越深 算一算光是这两年累积下来 千万的债务都是家人帮阿雄还的 家里的祖产房子都快卖光了 我当时我跟阿雄的参与 今天就来 我不敢 头一边的时候 我到阿雄那间厨 最好拿牌 我都要赚钱 我从来我身份 母义的都给欧丸了 母义了 我拿到阿雅的钱 家居赚钱 我去欧举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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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出不少 我都没有钱 两间厨 你都拿到台湾 也没办法 我带了 你拿过去 切掉就对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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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上千万赌债的背后 有可能是一场炸赌的骗局 当时候赌博的这些人 都有盗案 那 也有查扣到 当时候的一些赌具 所以那时候才发现 这些赌具是有 有经过加工的 就是有显影机 台上面会有显影机 没有挖痕 没有暗影 也没有暗号 用我这副眼镜看一下 电影里 台桌上有人 炸赌耍老千 在扑克牌上做的记号 一旦戴上了特殊眼镜 这一片薄薄的镜片 就可以让你知道 眼前这每一张牌的花色跟点数 原本以为这样的情节 只会在电影里头出现 却没想到 这些炸赌手法 都被阿雄遇上了 大年初三的这一天 原本在桃园赌博的阿雄 听不起赵迪亚的一再邀约 答应他到三床的场子 去小赌一把 原本以为是帮忙赵迪亚捧场 没想到在三床的赌场里 赵迪亚早就设下了一个局 等着阿雄上钩 他们其实就 里面就有几个庄角 庄家跟其他的雕咖 他们都串动好了 就是在麻将牌的后面 去点点数 那我戴隐形眼镜 都看到这支牌 底下的牌家在洗牌 一起洗牌的时候 他们会去做手脚 去叠牌去弄 那萨头那就是两支牌 他们就会互相地去叠牌 然后让蔡英雄 永远拿到的都是很烂的牌 所以这样一直输 然后可是他们又不能说 是我超级要带你去的 我又不能赢钱 那我当然也要输一点 所以我就跟庄家讲好 我假装我也输你多少 那我带你去的人 我自己本身都输了 那你输得比我多 那你就不会怀疑我 就做一点类似 人家讲Sakura这样子 我带你去 我也要输 你也输 都是自己的 都是局内的 只有阿雄是局外的 人家现场再怎么赌 你那么赌得一人 你那么赢得了人家 人家就知道你的牌 是什么 我们的心态开始 我们的心态可能 死要拔掉 但是心态不高 开始心态 爱死要拔掉很高 人家说 赞了 人家在这一条 一年生 对阿雄来说 自己的拜把兄弟 怎么可能骗他 但是这个他坚信的信念 觉得大年初三 这一场输了 五百万的赌局 让阿雄也动摇了 他前后 因为他给他下套很多次 他去年也有 这次逼得太急了 然后他那时候 因为过年前 你都要有钱 所以那时候 他是一直催他 一直催他 阿雄的家马是这样 你把我当飞羊在载 我们这么好的兄弟 当作提完即代替 所以蔡雄每一次去赌 都是超迪亚带他去的 等于是说 他已经输两三千万了 当时候超迪亚就在 晚上就打电话来说 要钱了 可能引发抗非常多 我们有几百万的 我家人买 买 买 地 还是怎么样 去出你这个赌债 结果发现说 原来你是炸赌的 谁会吞得下去 他说 这一晚 赌迪亚来找阿雄要赌债了 深夜十分 监视器拍下 赌迪亚开着他冰事车 来到了泰山自强路 自此之后 他再也没有机会离开 这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阿雄轻生后 真相也已经无法釐清了 不过家属告诉警方 其实就在发现 赌迪亚遗体后 阿雄曾经回家探视假人 阿雄的点头 代表的是他默认了杀害 赌迪亚的事实吗 唐若真的是阿雄 杀害赌迪亚 赌迪亚身高一百八十几公分 体重一百多公斤 阿雄身高只有一百六十几公分 他真的有办法独自一个人 制服赌迪亚吗 就是赌迪亚跟阿雄两个人身形差很多 我们原本以为阿雄是要遇害的 结果变成赌迪亚是遇害 再加上赌迪亚的身上 除了头上脸上的严重刀痕外 他的身上没有半点查错伤 如果没有人帮忙 光靠阿雄一个人 有办法预示到寒冬里吗 我们假设你要一个人的遗体 从一个高度的落差下来的话 变成他身上也有可能会有一些 造成的一些差错伤 你一个人真的是搬不动 更何况要把它搬到一个T字形的 底下寒冬里面去 根本搬不了 如果要这样搬 我们自己推论 最少要大概三至四个人 三至四个人 这样一人拿一只手脚 这样拉才拉得下去 再加上赌迪亚身上的那一颗大石头 光靠阿雄一个人 要搬并不容易 很大一颗就压在脚 那是一个人 没有办法去搬动那么大的一个石头 当时在怀疑 可能是有人帮助 那到底是不是凶险 那我们会觉得说 会有共犯的存在 尽管检警都怀疑 曹迪亚的死 应该还有共犯 但是苦无证据 当时专案小组找上了一名法师问世 据传这名法师会透过肚皮符字 来传达神明的旨意 而当时警方问了几个问题 没有想到法师的肚皮上面 真的浮现了一个数字 三 这三代表什么意思 阿雄的妈妈告诉警方 她说阿雄手指痛风 连主拐杖都很吃力了 怎么可能杀人 还搬得起数十公斤的大石头呢 这个问题警方也想知道 因为从草底到城市现场看起来 应该还有个共犯逍遥法外 但问题是 现阶段没有更多试证 要找共犯难度又更高了 当时专业小组为了找寻破案灵感 他们找上了一名法师 那时候这个法师也很特别 他是身体是会扶字的 身体会扶字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宁可信其有 都试试看吧 当时专业小组问了几个问题 却没想到 这个时候法师的身上 竟然开始出现了一条条的红色记号 我们有问说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他有扶一个菜这样 就在他肚皮的右侧这里 这是当时候的照片 可以看到就在法师的肚皮上 隐约出现了一个菜字 对比阿雄家就是姓菜 另外我们又问到说 这个参与的人数也是有扶字 扶多少 当然这个是这个法师身上自己浮出来的 它是浮一个3 一个数字3 就出现在法师身体的右后侧 而这个3 竟也符合近方的研判 我们那时候研判应该要三个人以上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反求说 到底 到底是还有谁 射痕 好 阿雄亲生了 留下了一堆的谜团 佳人说他的确点头默认的是他杀了 那为什么他又要留下这一封 没有寄出去的简讯 否认杀人 在阿雄亲生后 许多真相都无法理清了 警方原本想从 草地亚城市的寒洞找寻线索 无奈包括了 草地亚的身上 还有脚上的神结 通通没有找到其他人的DNA 无法证明有谁到过寒洞里 今晚阿雄亲生前面对家人的询问 曾经点头默认草地亚的死跟他有关 但若是如此 为何又要留下海渊的简讯 他可能再放一个烟雾蛋 因为他有可能不想牵连到他家人 那这移民赔移民 就是要设立一个停顺点 就到我这里就好 我一命背离 你们就不要再去烧恼我家人也好 再去追我后面到底是谁帮我处理 是不是真的有人帮我处理这个事情 也好 都不要再去追了 不仅如此 当时阿雄跟太太拿的一百万救命钱 这笔费用也找不到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当初也在理性说 你拿了一百万 到底一百万拿去哪里 因为他们家里面也不晓得 确实有拿一百万给他拿一百万 就不见了 我刚所讲的 是不是请人家来处理的费用 就随着他上吊资金之后 查不到 不论是超迪亚涉嫌的炸弃案 或是阿雄涉嫌的杀人案 因为两个人都已经死亡 彤彤不起诉子分 也留下了难解的命怀 我们还是奉劝大家 就是对赌这一块还是不要去困 有人赌了请家荡产 赌到自己性命都还可以 赌博啦 十赌是九输啦 他到晚自己就算了 要不他叫你的家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我们再会了 感谢您这一路上的指使 我们会更加努力